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剛才說完一套很重口味的機人番的話 我們當然要說回大戲老爺 其實我是這一個是想擺頭的 固然因為重口味固然是男人的領女浪漫 當然我們看動畫裡面 男人最正統的浪漫是什麼呢? 當然是Gundam啦 沒有呀,今季還有兩套 大媽想啦,大哥 其實大家一直都知道的 就是副野那套Gundam Requestion G 那套是放進去,現在抽到那套 Bill Fiker TRI這套 其實是突然之間舖頭的 因為之前那套上一季太成功,偏射 加上一季,但不知為何會安排 大家也可能聽過我們說過 其實開頭那時說 有一個傳言出來說 Gundam Reques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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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 其實為什麼在這一季裡面 不需要思考賺錢的問題 可以肅意去做他想去做的事情 誰說的呀?很油膩的! 你覺得是打個附近嗎? 但大家都知道 人的貪亂是不盡的 說就說賺這一季賺光了一年的錢 但是錢的事情誰會嫌多呢? 你看到G服國還未出機箱,那些人已經出現,賣目營了多快 誰不賺錢? 這次我們這兩套會一起講的 其實我不是很採訪劇情方面的問題 因為現在你也很難去做一個評論 但很明顯是分勝負的 大家猜到,Bill Fiker二季的收視率一定會比G高 為了正常,Bill Fiker二季那一套的東西 把明顯是大老向,是現在這一代小朋友會看的東西 但附爺那一套好明顯是我們這些老鬼才會看的 你現在觀眾的收藤已經不同了,你怎樣買收字呢? 可以這樣說的,我認為 作為子宮向的作品,兩重意義我都接受的 大家所說的字眼上兩重意義,我全部都予以肯定去接受這件事 Bill Fiker就是說,真是年齡層比較低一些 還有它是負責去做一些禮貼的 而G這套呢,復國運動這一套呢 他真的走傳統 甚至其實呢,我覺得也是其中一個總結來的 亦都見到G這套,其實它是耍著這套 我不清楚了 大家知道這個人的動畫 沒有看十多二十集 你不知為何是在做什麼 所以我不會這麼快就說這套 當然你說Bill Vicar這一套 其實他是把所有 在第一季成功的 元素他input 應該說是傳承得很厲害 首先講的就是 角色的形象 其實你看到的 熊發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不好意思 他分明是這次的再版 而另一個位 阿成的位置 就被班長 不是他兒子 是第一季班長的弟弟 成計了阿成的位置 然後再加了一個 女角色 要賣肉的 另一方面他原素說上季有媽媽 今季有姐姐 你撐好了 不要緊 你看到的就是 當然 根據我一些 經常上同行區的朋友的介紹 暫時來說 學者的圖是比較多 多於是姐姐的 照他的估計告訴我 我沒有看過 先知識明 但是你看到 兩個角色 定位上 其實是賣女的 而大家都喜歡 Gundam Bill Faker 這套 他是照顧了兩大層面 包括 就是年齡層高的 看什麼 看力他 看女 年齡層低的就是 看模型大戰 紫生大戰 固然 你看到 Try這個二季 其實你會看到 暫時來說 動作 戰鬥 明顯是水準低了很多 有兩看法 如果你說單對單 你講到上季畫太盡 你可能第二季會創新 但他有一個精 他搞了一個對際 即是上季單對單 今季就變成對際 可能要三個搭三個的話 他的變化會多了 你會期望他之後的發展會 其實在畫面角度上來說 他不會幫助到的 因為 看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看Gundam 我們上季 為何對Gundam Bill Faker 這麼高評價 就是 單對單的角力 這個是 我叫做 GG形式的打鬥 其實是有別於 我們看Gundam 就是Gundam 我們已經經常看群戰 你現在再搞一場群戰給我 那其實是跟G那邊重疊了 這件事是 就是 群戰呢 有整個軍隊打 還有他們三個三 小隊就是打 是兩人 蕭逸仔 你是之前08MX的時候 搞起的 近幾年還是沒有 近幾年是英雄主義 一個人打 是無雙的 沒有了 現在 他一直做出來 就可以試試看 當然 成計有一個 我覺得是頗不好的 成計 就是 高達鐵拳 由一開始 究竟現在 我是 我當他GG那樣看 但我又不行 因為純粹只有主角 這樣做 其實 其實是 因為上代 他有RJ團 是最後必殺的 之前有用槍 用盾 用劍 但這次不是 男主角其實會用拳 之後就什麼都沒有 你沒有機 只有拳 沒有其他都會 比例裡面的話 他真的收不到 高達鐵拳 老實說 只能夠解釋 在第一季裡面 我們的 彪卡 阿成這個角色 他已經超越了 物理的存在 可以將一些 我不知道那些 是否算是 記憶的塑膠 可以塞到大魔裡 而且你看到一件事 在那個故事裡面 大魔是被激光炮 貫穿了 那個貫穿是 在駕駛倉的位置貫穿的 我很難相信 就是 你出來的那一部 是沒有傷的 我聽定學隊長的 屈掉了 剛剛避開了 就沒事了 明白嗎 把四肢咬回正面 就是正常的樣子 我已經不敢想像 阿成製造無形的功力 是去到一個什麼地步 裡面可能有一個 U型的樓盤 前面那個 U型的樓盤 在後面 就不會壞 而有趣的地方就是 大叔 我們的解說液 蘭翠大叔 他很有趣 他一看那一部 他簡直說 他不是就是這部 但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外傳故事 說過這件事 作為只看動畫的 上季那部是Bill輝卡 那這一部 不是 你的身上那些 粒子 那些 腳的裝甲 有少許像 你見到RG System 是在那裡的 那這一方面 那 可能老虎大叔 當年看到阿成製造這部 出來 那他就知道名字 老實說 我說 你怎麼說都可以 因為你見到之後 四眼看見 是這部機 我認識的 就是之前有人見過這部機 是主角沒見過 你猜就沒見過 你見到的 班長弟弟那一部 很明顯是Mk II那一部的改版 很像的 其實是阿成他後備機那一部 很像的 其實是 當然 在第二季裡面 其實我現在迷了一個 就是 其實 大家都知道 裡面打模型 打爛得很大 其實 創戰那一部 被人打爆了 找誰修理 很顯然是 現階段 三位主角 都沒有那個能力 可以修理到這部機 其實這部機 我覺得 在我現在的想像裡面 他應該是屈機屈 六七集的 最起碼要 不是的話 肯定沒有人收理到他 不是 我覺得班長的手 應該會弄的 他肯定是獲得獎 大哥 他叫做 那你不懂得修補一下都可以 加背包 可以 你OP又可以看 打我背包 加無敵神拳 我自己見到 對 有多難的東西加進去 暫時都說 這部機器裡面說的也不多 其實我反而有另一件事 就是 因為他這樣接觸 純粹七年之後 Lazy那邊的角色 還有白毛 其實是出現不到的 其實是 有多難的 他們要新婚旅行回來就行了 很難的 可以亂入的 你明白 戴馬鯊頭鞋這個責任 已經給了名人 學長去做 難道 有帶了一個馬鯊頭鞋 你明白 我們要純霸 偉大的前輩 第一屆冠軍 我們先戴頭鞋 當然不知道 有人留意到 七年之後 班長的空母 都是很絕望 我想說 這不是重點 這不是重點 但很多人留意到這件事 暫時 這個方式 他也是秉承了 彪輝卡的情況 要說回 G那方面 其實 這一套 與其說 我覺得他的劇情走向 他是很 他是Turn A 再加King Kalar的混合體 我不是說畫風 畫風當然是King Kalar的畫風 甚至他混合了少少少V Gundam的東西 因為你看到 機體的流線程度 是很V Gundam的 其實我覺得 主角機的東西 都好像V Gundam飛進去 G這一套 我真的不懂 也好像有馬所講的一件事 你不看到十多集 可能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懂定性 他究竟是好還是壞 不是啊 做之前 傅野 訪問的時候 他說要學習韓劇 最怕 第一集 看到公主 抓捕機 然後藍竹坐開 死了 你們是否失散了的兄妹 兄弟 其實第一集斷點幾多 第一集由一位 白毛 我不知道怎麼說 他們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 太陽的名字 我是不會記得的 白毛黑肉 最初白毛黑肉 在那一部機 降落地球 被地球軍追著 氣機逃生 抓到一個人 但那部機不見了 然後那部機 就被海賊 說是海賊那班人 拿了 然後公主拿過來 軌道那裏 我記得了 取名Monday 星期一 總之是 什麼來的 那位女國 下了地球之後失憶 其實那裏的斷點位 就是當捕捉到那部高達 然後到公主再坐一部G-safe 出來 可能以為是有兩部G-safe 當然到第二集 告訴你這部G-safe 是CAPITAL G-safe 那邊 真是個名字 好奇怪 那邊就抓了人 但是機體呢 就被公主那邊去拿了 那個人是出了一部機 首先你大圈 掉下來推了一部機 你就想死 那你見到就是 主貝爾利 是幾隨便的 尤其在哪個位置 我覺得很隨便 在俘虜那個位置 我覺得是非常隨便的 首先 剛才說了大陸的事情 這個是RC 幾月不是UC 他回到UC幾十年之後 那些人的行為 思想 甚至於俘虜法 都可能不同了 可能這四個 俘虜可以喝酒 吃肉 坐在那裡吃飯 沒事的 我是未見過 應該這麼說 在Gundam系列裡面 俘虜的情節 是絕對少不得的 大家都知道 但俘虜待遇好到那個程度 個人表示 未面太好了 第二集 俘虜和將軍 是不是將軍 坐在一起吃早餐吃飯 自由行動 藍布基走 不忘你 你可以是 重要就是 那個情況就是 公主是否表明他自己的身份 他也沒有這樣的意欲 他表明自己的身份 是甚麼公主 但他能夠拿到這麼好的待遇 我說 嘩 當然 另一個解釋就是 我說了你不知道 我有這樣的好好的待遇 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一件事 但當然我們不知道 你看到的就是 捉了他下來 就算你看到阿曼蒂也是 捉了下來之後 他不是困住他 他是被他坐在那個 升降梯的運輸機 那裡的橋下 然後 然後 他這套東西 除了對俘虜好之外 其實 是很理想的 這套東西 是沒有甚麼階級加別的 那些啦啦隊可以隨便出入橋南 不是說話 這個世界 你不要用我們平時看的動畫去批評他 這個是 U.C.不知過多幾年之後的 RC紀元 這個世界的人的 個性觀念 甚至才可能是很大的改變 跟現世界不同 他們覺得對俘虜應該這樣做 對人的生活應該這樣問 不是啊 但你要明白的 是很划算的 你記不記得公主 在第一二十年的時候 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對俘虜 然後他說 你又不是正規國家的俘虜 我不需要用俘虜的方法對付你 但接著我聽完一句之後 那就是困住他 但接著就說 不需要用俘虜的方法對付你 潛台詞是甚麼 用貴賓式的方法對付你 對啦 俘虜混在家裡 你不是俘虜化 簡直是厲害的話術 我覺得是 你看到就是禮上往來的 在坐機那裡 就是用貴賓式的對待他 就是完全對他的行動 是予以一定的自由 自由度的程度 就是他坐在一部G-safe裡面 大家都覺得 其中一位最高負責 就說無所謂 你照去吧 接著到機機被人搶了鐘 這傢伙都是 太山崩於前儀式不變 還要跟文化部長 預算部那邊說 你兒子去了 然後 完全沒有問題 當然 可能這個是文化水平的差異 大家看到就是 我們看其他作品 《龍與天使》裡面 大家都知道 被人 很貴 當你那個身份 降了一個隔別 的待遇是差了多少 但你看到就是文化差異不同 就是文化差異不同 在根林裡面 每個對俘虜的待遇是好到不幸 就算公主帶了他們回去這個戰艦裡面 對他們的態度 對他們的住宿 都是有一個 不是一般軍人可以享受到的 這個美好的世界 我們已經離開了UC這個殘酷的時代 人類還有一個新月水平 多好啊 多美好的世界 我知道什麼叫新人類了 實現了 終於 新人類就是在俘虜 至少我現在看在三集裡面 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對俘虜的待遇 幾分明啊 我明白一件事 在故事裡面 無論哪一個角色 在幾場的打鬥裡面 他們是很守禮貌的 他們守禮貌 資源的東西 我們不可以打資源戰 資源是不可以打的 即是在阿邦尼斯路裡面 火星人多麼不文明 一開始就把所有地球的資源 全部打完 但是不同的 這套東西 文化水平是很高的 資源我們不打 我們不會用俘虜去做威脅 人不可以殺 我們是要避開駕駛艙 這個很明顯是基拉成傳來的文化 終於得以發揚光大 我們是不打駕駛艙的 我們只是打武器 割手指 打盾 是很文明的 這一場戰鬥 文明到我都覺得是有點兒病態 成功 因為其他作品裡面 就算科技還沒有一千年一萬年 但這些形式和我們沒有分別 而很有趣的就是 我亦都用阿邦尼斯裡面 打這個情報戰 最重要的是什麼 讓你們不可以互相聯絡 而這裡打情報戰也是很有禮貌 我打情報之前告訴你 我的目標是什麼 預告給所有基地的人知道 我來打你了 但是呢 我就會放米諾夫斯基粒子 但是我放之前 我都不會那麼不守禮貌 我都會發個聲明給你先 讓你知道有人來打你了 讓你有充足的時間去準備 這些就是什麼 這些就是進化 就成功了 科技進步之後 人的精神都進步了 副話給你聽 什麼叫精神的進步 就說他真的展示給你看 這個文明的世界給你看 這套東西裡面 暫時來說 我是不會說劇情的 是大家 完全是君子之間的戰鬥 哪怕你是所謂的宇宙海道 宇宙海道 都有宇宙海道 一定要遵守的規則 甚至我覺得這套東西 是不應該打臉的 就是你一頭是不能打的 沒有 他們夾的手指都不能打 然後你下機 麻煩 你也看到的就是 但是 而在這個文化 這個這麼高水準的 紳士戰鬥的文化裡面 大家可能覺得 就是說 不關駕駛艙 是一件很危險的行為 但是SORRY 在這一套裡面 我完全覺得 不是一個危險的行為 唯獨裡面 今次的 有一個比較犯規 的人 不過他死了 就是公主的尊敬上位 他犯了什麼錯呢 他打駕駛艙 而且那個駕駛艙還沒有關 所以他得到的下場是 什麼 被人用激光槍射 倒了駕駛艙 不是 因為他那時用的同黨 就看不到 他就關了 然後就說 咦 還沒關了 然後就死了 就是 這些就是 這一套 甚至是 已經成為世界的修正力 哪怕就是我們 看總統的兒子的天才 他囂張 但他不是一個不守禮貌的人 你看到的就是 無論他放米洛夫斯吉吉 和他的筆殺 你看到的就是 他是從來沒有 因為他的技術 而去屠殺一些技術 給他低的人 這些就是真正的強者 而你看到的就是 當在其他高達的作品裏面 這些那麼囂張的角色 是絕對看不起主角的 但是 這位角色 他絕對不是一個自負的角色 他自己是承認 他是不能夠去 G-Safe這一部機體 而主角開導 他對他是一個予以一個肯定 而當主角是在 《反擊戰》裏面 是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他是給他一個鼓勵 以及給他一個肯定 這些角色 老實說 文化水平實在太高了 高到我覺得 我自貴不如 我們真是 人類文明 果然人類精神文明 才會進步 就是我 我不能夠想像 這些角色 你真是讓我看到文化的差異 就算裏面其實很多 不要說這些戰鬥裏面的東西 在裏面對階級的觀念 沒有什麼人來的 主教大人 對著一些平民 對著就算平民一些角色 他是以一個 真的完全是平等的態度去對待 你沒見過一個角色 是 講完一句話之後 背後 他是在間笑的 哪怕他是多高位 你看到那個主角他媽媽 多高位 高官來的 回到校子也沒人回答 沒事的 又怎樣呢 沒問題的 平民來的也是 回到校也是 水平實在太高太高太高 那就對了 合理了 他這個UC之後 不知多少年之後的 歐斯基元 他們不會出的錯誤 要有世紀人類的錯誤 證明了給你看 我們精神文明是多高 甚至你要見到的就是 高到另一個水平就是 當我不知道 在第三集裏面 大衛那幾個手下是怎樣死的 因為很顯然 天才是沒有殺他們的 而我只能夠相信就是 他們跌落水淹死了 而你看到就是 大衛 是不會去責怪敵人 因為敵人的能力 或者敵人的殘忍 他是會反省 他是會耐散自己 一個人類水平 這個真的是 人類水平的提升 他是會怪責自己的戰術做得不好 害死了他的暴下 而不是怪責敵人 去殺死他的暴下 這些戰爭哪有得輸的啊 你搞到我們在這麼多年 這麼多個平日世界機械人的戰爭史 我是完全看不到 國家和國家之間的仇恨 而國家和國家之間的仇恨 他們說的是 他們是一個崇高的理念 解放這個資源 但很明顯 會說我們來戰爭 我們來通告你們 要求你解放資源 有聲音有禮碼的 我也理解到就是 那些軍人 不是很入戰鬥狀態 知道其實死亡率是很低的 是不是死了之後有後撞呢 甚至他講到就是 其實你告訴他 這套在Gundam Bill Fiker 其實我可以的 不會死人 其實當然 這裡裡面都死了幾個角色 現在都裡面 但是你看到就是 一切一切的東西是非常之友善 無論在軍隊的制度裡面 也都看到就是 長時間戰鬥是不需要擔心的 機體裡面的駕駛艙是一個馬桶 慘了 我看到他們見博物館 那些舊型UC機 那些人怎麼打的 駕駛艙這麼厲害 你記得 0080那個金普凡 水槽是掛在頂上的 他現在的水槽 坐廁有的 是Logicium 可以喝水的 多方便 先進文明的坐廁 駕駛艙 還要有坐廁質 不得不提 雖然有人有聽眾說 我經常說屎尿 但我覺得 我覺得 德羅里亞騎士 的舊人類 未進化之前 你最起碼 給男主角 就是這個駕駛艙 有廁所的駕駛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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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件很合理的事 而這裏面 這些就是待遇 長距離飛行十個小時 廁所都沒有 大佬怎麼辦 完全照顧到 簡直只能夠用周度來形容 但是雖然要人道設計 而且雖然不人道 食物的齊備 就是長距離在天才的運行裏面 看到的就是廁所 有食水有食物 有食物 還可以幫你解決 讓你有不方便的事情 都可以保持100%的戰鬥力 這些才是待遇 難怪以前的機把駕駛放在博物館裏 你見到他們放在博物館裏 他們對舊時代是有尊敬的 你如果放在博物館的機體 你比起任何一套作品 進去之後 這些文物只能夠毀於一旦 但是我在作品裏面 現在看到的就是 它只是打穿了房間 裡面所有機體是沒有爆過的 不動彈 這些東西是文物來的 各方面裏面 水平之高 我說人的水平之高 無容置疑 我覺得聽眾可以反駁我的 但請給各位反駁我 他們免徒不問你 唯一一個位 他們好像有少少的種族歧視 但是 他們只是說 區區這個種族 但當然 在現在這個位裏面 我未知這個種族究竟是 一個什麼定位 我很難說它歧視了什麼 但是裏面 整套東西裏面 我真的覺得水準太高了 各方面的水準 太高了 意境也太高了 馬沙加這麼多年 終於成功了 因為一開始我看完我未課師的問題 我經常覺得 主角是覺得 因為它是作為一個俘虜的身份 第三集 接著他們說 我作為一個俘虜 我這次救了你們 我應該可以走了 我覺得文化水平之高 這些可能是禮貌 作為一個俘虜的話 如果拯救了 這個危機的話 他們是會負負得正 我就可以走了 因為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思維 我就會覺得主角的想法 其實是沒有錯 因為當公主叫停了那些軍隊 不侵略之後 將他們撤離之後 他是掉到貴賓式的待遇 沒有限制的行動形式 甚至搶回一部豬 人家都覺得沒問題 那你就知道 幾高水平 而另一個高水平就是什麼呢 他不是介意機體的 就算通常裡面 在救之前的高達裡面 大家是不會在駕駛員的死屋 就說 這個是最新的科技 我們只要搶回一部高達就可以 就算UC 我只是要一部Unicorn 駕駛員是不重要 它只是零件來的 但是你看到這裡 整隊七個人 研究小隊 他們是為救什麼 他從來沒有提過G-safe這件事 他們是為了救什麼 一個平民 一個俘虜 你見到吧 穿梭機掉下來的時候 最大都不過是 高官的兒子 但是 你看到就是 他們從來沒有提過 部主要搶回G-safe 我覺得就是 是不是這麼守禮貌 我真的覺得 我是看到 我是有些驚念 人家精神都覺得這麼高的景點 我們舊人類理解不了 我覺得 這個就是富野告訴他 仗應該是這麼打的 不是 馬沙辛苦這麼多年 搞這麼多地球 維星座合線 他的願望已經實現了 人類進化到新人類的境界 全部都是新人類的 富野終於 他終於在 這麼漫長的製作高達的故事裡面 他終於找到一個答案 進化的人類 大家都知道 在每一套作品裡面 人類大未進化過 在高達有長的世紀裡面 他經常說 新人類進化了 進化了 進化了 但進化到 當他說進化完成了 就完了 富野他終於找到 新人類進化的定義 究竟是什麼 不是肉體是精神 是人類文明 詩詩詩情操 所以 我不是就說富野死 我真的相信 這套就是富野 最終他做完這套 甚至說 他做完這套之後 他不會再寫高達的作品 如果這套 保持在最後那集 都是有這麼高的水平 人類真的是人類 人類不是野生 不是動物 萬物之靈 已經提升了一個景地 他真的可以跟外星人類接觸 我相信是 大家真的不用忽視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很明顯 富野每一次 《GUNDAM》都會擺聲 新人類 即是新人類可能是 初期人類新人類共融共處 去到反應時 新人類是 人類對人類對立 即是他每一次 富野做的作品 他都會去思想 去表達一些東西 所以剛才說 富野作品要看十年二代 他才說什麼 看十年二代 你才知道這套東西 富野對於今次 他新人類也有新的定義 富野進步了 我三集已經看到 人類真的進步了 不要說富野 哪個監獄這麼厲害 就算他設有科技 明明是多厲害 人類陸體再重化 但他的精神是不會重化 但他告訴你 精神是可以重化到這個地步 他真的做了給你看 所以先不要看裡面 他有很多奇怪的 跳舞 人家說文化而已 對 我覺得是一個交流 甚至是一個 容許我 這套東西 水準意境 我覺得 大家需要感受 剛才你們聽 我沒有定義過 文化水平高 高低 究竟是好事 還是說事 我真的深深感受到 什麼叫做 紳士的戰爭 所以兩套高達 是有完全不同的享受 戰鬥 我希望他還可以保持到 Bill輝卡的傳統 就是 不要隔一至兩場 你給我看一場高水準的戰鬥 還有 對比起二、三十歲的人 就是有學者 和有姐姐 這方面是很重要的 我也明白 這方面 對一些二、三歲的男人 跟他老婆說 或者跟他女朋友說 或者跟什麼說 我跟我的兒子 讓我們不要有代交 這件事就是大家覺取所需 是很重要的 而 G的復國運動這一套 當然是精神異景的提升 副業是想將我們帶來一個新人類的境界 看完之後 如果戰鬥運動未完的話 大家應該知道 什麼為一個高水準的 好難嚇到 好難嚇到 雙方都要按高水準做到 大哥 一按高水準 所以 所以 這三集 飽去旺角 你飽去旺角 播一播 大家看到就是 對俘虜 不應該躲在盒子裡 打他一身 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一起同台吃早餐 是應該是 你吃東西啊 我不買個飯給你 而對警察來說 你肚餓沒有 不要緊 你先去吃飯 那這就是高水準 其實香港舊了 香港開始有了 你看到 大家要來一個高水準的護角 人類就會提升 香港人應該是實現成為新人類的 沒錯 我們高達到這裏 我們到這裏 下一套